第五类的证据是证明人真的有灵魂的 因为近代的科学进步 所以有很多人曾经死过 就用电阵或者其他方法把他救回来 当救回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说 当他心脏停止 当他脑电波停止的时候 他居然可以见到周围发生的事 他说得出哪个人进来 说得出他们说什么 穿什么衣服 做了什么事情 并且他也能够说得出 当他灵魂离开那个建筑物的时候 他见到窗台有什么 或者天盘有什么 就证明人死了不是完了 他真的有个灵魂会出来 出来的时候看到周围的事情 就是说人死了不是如灯灭 人死了真的会去另一个地方 而有很多人就见到耶稣 他说见到耶稣的时候是非常之平安 很开心感受到爱 而有些人就去过地狱 他去过地狱的时候 他说经历了一种很大的痛苦 失落 孤单 是很想很想出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从地狱回来 他就立刻信耶稣 因为他看得到 原来去到地狱是这么痛苦的 那么这些经历是告诉我们 人是真的有灵魂 我们死了之后真的去天堂 或者去地狱的 当我们看这些客观 和经历性的证据 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证据 证明真的有一位真神 也都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我们死了之后不是人死如灯灭的 我们的灵魂会出来 会去到天堂 或者去到地狱 人会很关心眼前的东西 譬如家屋漏水 他会很关心 或者老板想炒他鱿鱿 他会很关心 但人们为什么不关心 永远住在哪里? 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 永远在天堂享受神的爱 另一条路就是 在地狱里,永远受罪的懲罚 永远没得出来 过了一千年 一万年 一亿年 都只是开始 为什么人们不关心 自己的灵魂去哪里? 如果真的有地狱 难道就由得自己明知地进入永远的地狱里面吗 为什么你不想想 真的有个神这么爱你 这么关心你 又真的帮到你的 真的有个天堂完全没有病 没有痛苦 是很开心 还有充满爱的 为什么我们不去信耶稣 跟从耶稣呢 有些人就说 跟从耶稣是很悶的 要用很多时间的 但其实当你真心跟从耶稣 你是会经历到很真实 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是我每天都很真实地经历的 是这个世界给不到你的 这种满足是超过你玩的满足 甚至超过你赚很多钱的满足 神真的会在每一件事上都祝福你的 所以来举个人 讲一下 重重